片来织了,就是说我们就不要转着圈织了,我们一直织到叶窝那个地方,就停下来,然后往回织了,一会儿给姐妹们来看一下,之前呢,我们在没有分叶窝的时候呢,我们都是转着圈的,织一整圈,那么现在呢,从97行开始呢,我们已经分出前后片来了,我们现在就只是织着前片就可以了,一直织前片,后片把它放到一边,先不要管它。 后片还停留在96行上面,那么我们分片织以后呢,就不能单纯的都是织正针了,我们现在是看着正面来织,而且是单数行,97行,所以呢,我们这一行就是织正针,以后分片织的话呢,我们就会按照单数行织正针,双数行织反的规律来织,我们呢,把它织到一根棒织上面,把后面这点针织给织到一根棒织上面。 大家看一下,我们每次减针就是在叶窝这个地方减针,最后这两针呢,我们不用管它,正常织,每次都是把这倒数的第三针,第四针,和正数的第三针,第四针呢,给它这样,并起来织的。 大家来跟着我织一下,千万不要织过头了,一直往前面织正针,大家看一下,剩下了四针了,剩下四针的时候呢,我们就需要并针了,倒数第三针,第四针呢,我们给它并到一起织,最后两针呢,不用管它,就直接正常织就可以了。 那么倒数第三针,第四针并针的时候呢,它和我们下面这个地方的并针方法是一样的,大家看一下,我们这个地方的并针方法是一样的,就是那种复杂的并针方法。 我们先这样,挑过来,用右棒针给它挑过来,倒一下线圈,再挂回来,然后呢,用这倒数第四针,压住倒数第三针,这样给它织起来,这样织起来,并起来锁掉一针就可以了,就剪掉一针了,然后呢,这个地方就织好了。 它是这样的一个,第四针压住第三针的这样一个针法,这样织出来呢,比较好看。 好,呃,这个地方织好以后呢,呃,我们接下来呢,就把后面这两针呢,按照正常的针法呢,给它织起来就行了。 第97行织好了,我们这个前片就到这儿了,这一根棒针上面就都是前片的帧数, 接下来我们再织呢,就是说就需要,只是织这前片嘛,回织就可以了。 我们以后呢,再减针呢,它就是说每隔四行减一次针,每隔三四行减一次针就可以了。 今天呢,我们就按,就按照每隔四行减一次针,我们现在是97行减了一次针, 接下来我们在101行上面再减一次针,那么,呃,98,99,然后100这三行呢, 它就是按照单数行是正针,双数行是反针的规律来织。 大家看一下,我们在针呢,是第98行,双数行,我们该织反针了。 反针的话呢,第一针呢,我们要反挑,大家看一下反挑的方法。 把棒针呢,放到针的下面,把第一针这样给它挑下来,叫做反挑, 然后呢,接下来这一整行呢,就都是织成普通的正,呃,普通的反针就可以了。 大家跟着我呢,把第98行织好,然后呢,99行又是一行的正针, 然后100行又是一行的反针。 第101行的时候呢,我们来教大家们再锁一下这个,再剪一下这个叶窝这个地方, 再看一下就可以了。 好,姐妹们跟着我呢,把这三行织好,我们101行的时候呢,我们来剪一下针。 也就是说呢,我们叶窝这个地方,它剪针并不是说一蹴而就的, 是慢慢的,慢慢的给它剪针,接下来再剪针,就是这样,这样一个样子。 好,我们这个第100行织好了,织好以后呢, 接下来我们再织的又是第101行,我们之前说过了我们隔四行呢, 剪一次针,第101行呢,我们仍然是需要剪针,它剪针的方法呢, 和97行剪针方法是一样的。 姐妹们再来看一下剪针的方法。 接下来呢,就是说,呃,我们101行剪好一次呢, 剪好以后呢,105行以后,呃,再剪一次就可以了。 耶稣这个地方,呃,就是说,在一般情况就是剪三到四次针就可以了, 今天我们剪三次针,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剪针的方法, 这是在第101行上面剪针,也就是我们第二次剪针。 第二次,大家看一下,再支呢,是第101行,我们从01开始记起。 也就是说,和97行是一样的,我们第一针正挑下来不支, 这样直接挑下来不支,然后第二针支起来。 好,第三针,第四针,并起来支。 好,大家记住,就是说前面,我们右手边的这个地,呃, 右手右边的这个剪针的地方呢,它就是普通的一个,呃, 那个剪针方法。 左手边这个地方,它是比较难的一种,就是挑过来套回去的那种剪针方法。 大家可以把这一点给它记住。 好,中间的方法呢,中间的方法的这个支法呢, 它就是说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正针,我们支过来。 一会儿再给姐妹们看一下,末端的那个剪针。 中间就都是一个正针的编织方法。 我们现在知道是前片,那么我们,呃,前片它就比较复杂的, 所以我两个液窝,呃,要剪,给它剪出来。 然后呢,剪完液窝以后呢,还要接下来,还要再剪那个前片的那个前领那个地方。 它是属于比较复杂的,比那后片呢,要复杂一点点。 一支支上到四针的时候呢,停下来。 好,剩下了四针。 我们把第三针第四针并起来织,到了左手边了,我们把这个线圈挑下来。 然后呢,再套回来,让倒数第四针压住,倒数第三针,这样给它压住,穿过去,并在一起剪掉一针。 好,然后呢,再把最后两针,用正常的正针方法给它织起来。 那么我们101行就剪好了。 接下来呢,就是说,呃,102,103,104,呃,单数行是正针,双数行是反针,织过去。 105行,再剪一次针,就不用剪了。 不用剪以后呢,就按照就是说,呃,剪完以后的帧数呢,还是按照,呃,一行正针,一行反针,相上针,一直知道什么长度呢。 大家来看一下,这个地方有一个长度的,我们知道一定长度以后呢,就需要剪那个前片的那前领那个地方,我们来测量一下。 从哪里测量呢?我们要从最开始,液窝这个地方,收液窝这个地方,开始剪,开始看起。 大概就是知道6厘米的这样一个长度的时候呢,我们就需要把前片的那个前领那个地方,给它剪出来,给它织出来的。 好,接下来姐妹们呢,就这样织,呃,105行,再剪一次针,就不用剪了,就一直想上织,织到6厘米那个长度,就挺下来。 我们再来学习如何剪前片,前领这个地方,一定要注意测量的方法是从液窝,开始剪液窝的那个地方。 开始向上测量,一边织呢,一边量这一点就可以了。 大家跟着我呢,一直织下去。 好,大家看一下,呃,我们就是说之前呢,按照这个织法织过来以后呢,剪完针以后呢,我们就一直向上织。 呃,大家看一下这个长度,织到6厘米的这个长度以后,6厘米左右,或者7厘米都可以。 呃,知道这个长度以后,停下来就不织了。 接下来呢,我们就需要,呃,开始织那个,剪前领这个地方了。 我们中间呢,前领这个部分呢,首先要给它锁掉6针,那么我们需要把针数先给它锁,先给它数一下。 好,正好是50针,50针的话,我们中间呢,给它留出6针来锁掉。 好,那么,呃,左右两侧就是44针,44针那么在平均分的话,这一侧是22针,这一侧也是22针。 这样就分出来了,中间是6针。 好,接下来呢,我们就给它,用G2扣给它标记出来,这样的话,织出来的话,它就不容易错了。 好,我们在22针后面做一下标记。 好,中间6针。 然后我们再确定一下后面是不是22针。 好,后面也是22针,这样的话,我们就分好针了,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支。 呃,大家一定要记住,我们再支呢,是第115行。 大家一定要把这行数记住,把这个重要的分界点,这行数记住。 就比如说我们在开始分夜窝子的时候呢,我们是在96行上就分了。 然后97行上面就开始,就是说前片这个地方开始减针。 那么把这个96,97记住。 然后呢,我们在第115行上面,就是开始减那个前领,这一行也要记住。 大家要把这个重要的行数给它记下来,哪一个笔呢,呃,记在一个小本,记在一张纸上面,这样的不容易出错。 我们中间的6针要给它锁起来。 接下来我们塞支呢,是115行。 115行,我们先把前面的部分给它织起来。 第1针还是调下来不织。 后边呢,它就是一个正正的织法。 从我们这个97行那儿,就是说分好夜窝以后呢,呃,分片支以后,我们就还是按照单数行是支正针,双数行是支反的一个规律来支的。 往上走都是这样一个规律。 一直向前支。 我们要把中间流出来的那6针呢,给它锁起来。 锁针方法呢,和我们之前锁那个夜窝那个地方是一样的。 大家看下,到了我们中间的6针了,我们来给它锁一下针。 这6针的锁针方法和夜窝那个地方是一样的,大家看一下。 第一针支起来,第二针支起来,然后呢,我们把第一针挑过来,锁上它。 好,支第3针,把第二针锁起来。 支第4针,把第三针这样挑过来,锁起来。 支第5针,把第4针锁起来。 支第6针,然后呢,我们就把第5针锁起来。 这个时候呢,还有第6针没有锁,我们同样的方法,借用前面一针。 把第6针给它锁起来就可以了。 大家看一下,中间这6针就给它锁好了。 锁好以后,接下来我们再支呢,就支这一部分。 这一部分就穿在身上以后,它就属于是右前片。 我们就只是支这右前片,先支这右前片,就可以了。 我们先把这后边这个针数呢,给它放到一根棒针上面。 这样的话呢,我们就可以把一根棒针腾下来。 而且呢,就是方便我们来支。 我们给它腾到一根棒针上面。 好,然后呢,我们接着支这个右前片,穿在身上以后呢,是右前片。 这样看呢,好像是左前片,其实穿上以后呢,是右前片。 我们第一针呢,已经支好了,接着支第二针。 这是第115行,大家一定要记住。 那么我们另外一个前片,左前片再支的时候呢,就应该从116行的时候来支。 我们先把115行,这个右前片这个地方给它支好。 我们接下来再支呢,分好这个左右前片以后呢, 就开始单独的支这个右前片,支好以后呢,再支左前片。 好,接下来再支呢,是116行。 116行的时候呢,我们就需要锁针了。 那么我们在捡叶窝的时候呢,我们是把那个,呃, 倒数第一针第二针给它留下来,然后从三四针这个地方捡针的。 那么我们,呃,领口这个地方就把第一针留下, 第二针第三针并起来就行了。 这样的一个过程,就是说, 我们只把倒数第一针留下,把倒数第二针第三针给它并起来。 我们来支一下。 这是第116行,第一针还是反条下来不支。 然后前面呢,它就是一个反针的支法。 116行是双数行,而且我们也是看着反面来支的, 所以支反针。 一定要记住每次我们捡针的位置, 就是靠近中间的,呃, 就是中间这个前领这个地方, 从这儿开始捡针的。 从这儿捡针。 位置呢,不要搞错。 留下三针,大家看一下, 我们就把倒数第二针和第三针, 给它并起来支, 剪掉一针。 用反针的方法这样穿过去,给它剪掉一针。 然后呢,把最后一针支起来就行了。 你像我们剪液窝的时候呢,反针这个地方是没有剪针的, 只是在单数行上面来剪。 那么我们,呃, 剪领口这个地方的时候是单数行也剪, 双数行也剪。 接下来是第117行, 我们仍然是需要接着剪针。 大家记住, 剪领口这个地方的时候呢, 是每一行都剪, 无论是支正针也好, 支反针的那一行也好, 都需要给它剪针。 那么支正针的时候呢, 呃, 仍然是需要剪针, 在靠近领口的这个地方。 我们把第一针挑下来不支, 然后第二针第三针给它并起来。 大家记住, 以后呢, 剪针的这个地方就是说, 在单数行看着正面来支的时候呢, 我们就是把第一针挑下来不支, 第二针第三针并起来。 然后看着反面支的时候呢, 就把倒数第二针第三针并起来支, 然后呢, 倒数第一针给它支起来就可以了。 我们来支一下, 我们把第一针挑下来不支, 然后第二针第三针给它并起来支。 然后呢, 后面就是一个正针的一个支法。 这个是第117行。 以后呢, 就是说我们单数行就这样一个, 呃, 支正针的时候就这样的一个简直方法。 双数行呢, 就是说, 呃, 支反针的时候呢, 我们就是呃, 在把前面就是这个地方支起来, 把倒数第二针第三针并起来, 那么倒数第一针给它支起来就可以了。 就按照这个方法, 就这样往下支, 一直支就可以了。 我们先把这个第118行给它支好, 支好以后呢, 给姐妹们说一下接下来怎样来支。 接下来呢, 其实我们就是都是重复这样一个过程。 我们这个领口这个地方, 它要一直减针, 一直减针, 一直减下去, 减到什么时候呢, 一会儿给姐妹们来说一下。 一直按照这个方法减针就行了, 单数行也减, 双数行也减, 每次就是在, 都是在靠近领口这个地方减针。 最后倒数第二针, 第三针呢, 我们给它并起来支。 好, 然后呢, 第一针, 倒数第一针给它支起来就行了。 以后呢, 你就按照这个方法来减针, 就这样一直减, 一直减, 一直减到我们这个右片呢, 就是说右肩膀, 剩下14针的时候, 大家看一下, 就是说我们就一直减针, 一直减针, 单数行呢, 就是说在前面, 第二针, 第三针减, 然后呢, 双数行再倒数第二针, 第三针减就可以了, 就这样的一个方法。 那么, 我们就把这个右前片棒针上面, 这个这点针数呢, 一直减, 减到剩下14针左右的时候呢, 我们这个肩膀的宽度就够了, 就不需要减针了, 就一直想想支, 支到, 呃, 支到那个从夜窝到肩膀这个地方, 总共就是说大概是16, 17厘米这样一个长度, 就是说从, 呃, 夜窝到肩膀这个地方, 16, 17厘米长度, 就停下来, 然后呢, 我们再来锁针就行了, 就是说我们一直减, 减到剩下14针以后就不减了, 不减以后, 这支这14针, 一直向上支, 支到剩下, 呃, 支到那个16, 17厘米那个长度以后呢, 就可以了。 好, 接下来姐妹们就跟着我呢, 有这种方法呢, 一直向下支下去, 该减针的地方减针, 不该减针的地方呢, 就正常支, 就可以了, 一直支到我们所需要的那个长度, 接下来呢, 再教姐妹们来锁针, 那么我们这个右前片就完成了, 单数行业减, 双数行业减的, 就这样一直减下去, 减到剩下14针左右, 就不要减了, 就一直向上支, 支到那个长度。 好, 大家来看一下, 我们就按照我们之前的那个讲法, 就是说先减针, 减到剩下14针以后呢, 就不要减了, 就一直向上支, 呃, 支到这个长度以后呢, 我们就停下来, 呃, 我们来测量一下这个长度, 大家看一下, 就是说从叶窝这个地方, 从叶窝这个地方开始量起, 一直量到这儿, 大概就是说这个长度到16到17, 呃, 到17厘米这个长度以后, 我们就不要再支了, 这个长度, 这个叶窝的宽度, 这个长度就够了, 接下来我们就来锁针, 我们再锁针呢, 是在第145行上面锁的针, 大家把这行数也要记住, 因为一会儿呢, 我们这个左前片, 包括后片, 都要在145行上面给它锁针的, 所以呢, 我们把这一个行数给它记住, 好, 接下来我们就锁针, 大家看一下, 锁针方法呢, 我们之前也有讲到过的, 大家看一下, 支一针, 然后呢, 再支一针, 直接呢, 给它挑过来, 盖住前面这一针就可以了, 支一针, 挑过来, 支一针, 挑过来, 我们就用这个方法呢, 把这14针给它锁好, 一会儿呢, 我们这个左前片, 也是这样的一个锁针方法, 大家跟着我呢, 把这个右前片这个地方, 这个地方就叫做肩膀这个地方了, 给它锁起来就行, 在第145行上面, 我们锁的针, 把这145记住, 挑过来, 最后一针呢, 也给它锁起来, 挑过来, 然后最后这一个线圈呢,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线呢, 拉长, 这样给它拉过来就可以了, 拉过来以后呢, 我们把这根线呢, 要留的稍微长一点, 因为呢, 一会儿呢, 我们要缝合的, 所以呢, 把这线尽量的留长, 然后呢, 给它剪断就可以, 我们这个右前片就完成了, 接下来我们就要, 呃, 织这个左前片, 也是穿在身上以后呢, 是左前片, 这样看呢, 好像是右前片, 呃, 我们织这左前片, 左前片大家都知道, 我们是115行, 已经织过来了, 已经织过来了, 然后我们再织呢, 要从这个116行上面来织, 所以呢, 就是我们要, 呃, 看着反面来织, 看着反面来织, 我们这样给它拿过来, 大家都知道呢, 我们的右前片, 从116行上面呢, 就已经开始减针了, 所以呢, 我们这个, 呃, 左前片也要保持一致, 从116行上面也要减针,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就需要把线重新带入, 我们把线重新带入, 大家看一下, 我们把第一针呢,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需要带入, 我们就可以把第一针先这样给它, 呃, 呃, 这样给它挑下来, 大家看一下, 这样给它, 把第一针给它挑下来, 就可以了, 好, 挑下来以后呢, 我们就一边织呢, 一边把它线尾呢, 给它这样拧一下, 这样的话就容易固定住, 然后呢, 我们把第二针和第三针, 从反面看, 它这样的话就是, 呃, 这就变成第二针, 第二针第三针了, 我们把第二针第三针呢, 给它并起来织, 因为呢, 我们这个是左前片, 所以呢, 我们从反面看, 这是第二针第三针, 我们直接给它并起来织, 就行了, 好, 然后前面呢, 就还是织成普通的正针, 呃, 普通的反针, 一边织呢, 一边把这个, 呃, 这个线尾呢, 给它拧一下, 就是把它织在里面, 它也不容易脱落, 我们把这116行织好, 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117行, 以后呢, 其实就是说, 它这个左前片和右前片的解针方法, 它是完全是一样的, 那么,呃, 正面的时候呢, 看正面的时候呢, 我们就是把这个, 就是把这个靠近领口的这个道, 呃, 第二针第三针给它织起来, 然后反面呢, 就是说, 也是把,呃, 靠近领口的这两针给它并起来织就可以了, 总之呢, 每次减针, 你记住都要在这靠近领口的中间这个地方, 给它减针就可以了, 因为呢, 就是说, 这个左前片和右前片, 它这个位置不一样, 所以呢, 就是方向颠倒了一下而已, 减针方法呢, 是一样的, 大家看一下, 好, 接下来我们接着往前织, 不过呢, 我们这个地方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区别的, 我们先把这个第116行给它织好, 先把这个116行给它织好, 117行的时候呢, 给大家看一下正面的时候呢, 我们那个地方, 那个减针, 有一点区别, 好, 116行织好了, 接下来我们再织117行, 117行, 我们把这两针并起来的时候呢, 有一点区别了, 大家看一下, 我们先把第一针条下来, 然后织过去, 一直呢知道, 就是说剩下三针的时候, 大家看一下锁针方法, 之前呢, 也有碰到过的, 就是为了保持花形对称, 大家看一下, 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第三针这样给它挑过来, 就是和我们之前那个地方, 烟窝那个地方织法是一样, 挑过来, 然后呢, 我们再挂回来, 让它倒数第三针, 压住倒数第二针这样织一下, 剪一下针就可以了, 然后呢, 再把倒数第一针给它织起来, 就这样一个过程, 以后呢, 你就按照这个方法来织就行了, 就是看着正面织的时候呢, 就是这样一个织法, 这儿就是说复杂一点的剪那个并针方法, 然后呢, 就是说看着反面织的时候呢, 就简单一点, 直接并起来织就行了, 你就按照这个方法呢, 一直剪针, 一直想想织, 剪到14针的时候呢, 就不要剪了, 一直想想织, 直到那个144行织完, 145行给它锁针就可以了, 过程, 接下来的过程呢, 是一样的, 好, 接下来姐妹们就按照这个方法来织就行了, 看着反面织的时候呢, 就是说我们就给它这样简单的并针, 看着正面织的时候呢, 用正针来织的时候呢, 我们就给它复杂一点的方法并针, 就是这一点有点区别, 其余的地方呢, 都是一样的, 大家看着这个方法呢, 就往上织就行了, 一直呢, 就是也是剪到剩下14针, 就不要剪了, 就按照就织的14针, 一直向上织, 织到第144行织完, 145行的时候, 直接把针锁好就可以了, 把那个14针给它锁起来, 因为之前呢, 因为之前呢, 也有教过姐妹们了, 好, 接下来姐妹们就按照这个方法呢, 把这个左前片给它织好, 接下来呢, 我们再教大家织下面的部分, 那么姐妹们, 再看一下这个正面的这个地方的剪针方法吧, 大家看一下, 我们需要把倒数第三针给这样挑下来, 然后呢, 再挂回来, 然后呢, 这样, 这样用倒数第三针压住倒数第二针这样织起来减针, 然后呢, 再把最后一针织起来就行了, 把这个地方注意好, 其他的地方呢, 就没有什么特殊的了, 好, 姐妹们就把它织起来, 把这个左前片给它完成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